私家车今天变道上 我儿子正好也得变道上 他猛地开门 电动车就撞了闷子上了 撞了闷子之后 当时就脑瓜子拆地 就累死不行了 儿子已经来撞了一个半月了 还在闻闻不行 河北廊坊 34岁男子李明在汽车上班途中 前方一辆私家车突然打开车门 开门纱突如其来 李明躲避不及 撞飞后他头部直接坠地 当场昏迷不行 经诊断 李明颅骨骨折 脑挫裂伤 医院紧急进行了开颅手术 经交警部门调查 肇事司机在开门时 未顾及行人安全 负子自事故的全部责任 应承担伤者治疗费用 截至目前 李明已昏迷近60天 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真好 您是国家的救护 您是国家的救护 他也不接 之前联系上了怎么说的 否则的话 要不就是这些事 你告诉我 要不就是你弄死我 不就是你弄死我